话说有这么一只神奇的股票 在过去的四个月一共85个交易里 它每天都会涨停或者是跌停 甚至有的时候是先涨停再跌停 或者是先跌停再涨停 买了它的股民基本上每天都能体验 从ICU到KTV的高频切换 它在四个月的时间里面先是涨了三倍 然后呢再跌掉了80% 你就说刺不刺激吧 不过呢这场大戏眼看着就要落幕了 因为它马上就要退市了 这个股票呢就是大名鼎鼎的ST泛海了 这家公司可是老资历了 94年就在深交所上市 最高市值曾经接近过千亿元 老板卢志强在中国的商界 也是如雷贯耳的人物 他的旗下有地产跟金融两大主业 地产方面除了泛海困股之外 他还买了李嘉诚旗下的 合计港路71%的股权 那至于金融这块曾经更是厉害了 参与发起成立了名声银行 成为名声银行的第二大股东 直到现在老板都还是 名声银行的副董事长 另外呢还控股了名声信托 83%的股权 名声证券73%的股权 此外还有保险 财富管理等等的业务 光是泛海本身的资产规模 最高的时候就超过了2000亿 营收也达到245亿元 在2009年的胡润榜上 他排到第五 那卢老板扩张的利器 跟其他大佬一样都是杠杆 尤其是他有银行跟信托 融资就很方便 故事并不新鲜啊 转折来自于金融去杠杆 楼市调控 再加上疫情的影响 和自己的风控也不到位 像2020年他旗下的名声信托 就踩雷了武汉的金黄珠宝 80亿元的假黄金案 据说因此损失了40个亿 随后呢名声信托又相继 踩雷了宝能加招业等等 每次都是亏几十个亿 再加上泛海本身的地产业务 也出了问题 所以很快就不行了 2020年巨亏46个亿 21年22年更是每年亏掉100多亿 今年这边还没过完吗 前三季度又已经亏掉了 接近70个亿了 他的每股净资产 已经变成了负的2块3 因为泛海债钱的太多了 现在搞到名声银行都发公告 要起诉泛海空股 跟自己的副董事长卢老板 要索赔70多个亿 那经营不行股价自然就崩了 今天save的时候 公司又跌破了一元的面值 然后实控人就赶紧出手增持 再加上有债务重整的预期 居然公司的股价还连续涨停了 在国庆节前最高涨到3块3毛9 但是就在创新高的当天 就出现了天地板 随后股价是连续的跌停 12月1号的晚上公司公告 说重整失败了 结果在已经连续两天 跌破了一元面值的基础上 股价又连续9个跌停板 这就直接宣告公司 已经锁定了面值退市的结局了 意思就是说 哪怕未来9个交易 天天都涨停 公司的股价也不可能 回到一元以上了 这几天 A股每天都有因为 跌破面值而退市的股票 前天是ST华仪 昨天是ST博龙 今天是ST泛海 其实每到岁末年初 都会有一批A股公司 因为业绩不佳 股价不振 违法违规等等的原因退市 虽然说加大退市力度 才能让A股的生态好起来 但对于那些买到退市股票的人来说 这可是实打实的损失 话说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实在不行的话 咱们离这种公司远点不行吗